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够和你专业联系上 同时职业移民是为了将来的工作 所以即使你现在做的和你的专业 包括I140申请时候的专业 有一点点区别 也不是说就不能接受 如果你能够向移民局解释清楚 将来拿到绿卡以后 计划继续从事专业领域的工作 那么应该就还可以 那么同时因为排期的问题 我们讲到有一个是将来的绿卡 还有是目前的在美国的有效的签证身份 以及工作许可 这两点同样重要 那么申请人需要注意 保持在美国的合法签证身份 或者如果需要 也可以离开美国 同时140申请继续有效 你如果不在美国境内办485 你也可以在境外办移民签证 以上是EB1I和IW类别 讲到我们也有专门的另外的视频 对于亲属移民来说 换工作本身不是问题 你只要保持合法身份 有工作许可就可以 如果是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比如说配偶父母等等 像这样只要是合法入境 即使入境以后 原来的身份过期了 也没有关系 那么对于雇主支持的绿卡申请 比如Perm类别 或者EB1B类别 大家知道有所谓AC21 你可以换工作 然后绿卡申请还可以继续进行 具体来说 要考虑到时间点 那么首先在I140批准以后 原则上一直有效 雇主不能撤销 在大多数情况下 在绿卡批准前 如果你要换工作 需要重新办Perm的申请 如果是EB1B 一般也要重新办140的申请 你可以保留此前第一次申请时候的优先日期 这样你重新办了以后 就不用等那么久 相应的可以早一点拿到绿卡 当然你换工作以后 拿到绿卡以前还要提交 有一个叫Supplemental这边 这个我们也有单独的视频讲到 或者有的申请人如果等的时间比较长 在I485已经提交超过180天以后 再换工作 那么Perm或者I140就不需要重新办了 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可能比较少一些 因为要排期 你先要等到排期到了 然后交485再等半年 如果已经等了这么久 不如干脆多等一些时间 拿到绿卡以后再换工作比较省事 但是如果必须要换工作 像这种情况下的 那么新雇主提交一个Supplemental这一表就可以 那么不是换任何工作都可以 首先这雇主要同意 要配合提供这一表 然后这个要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工作 那么移民局怎么判断 这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工作呢 Again这个是对于Perm或者EB1B类别 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工作有一个代号 SoCcode 一般来说如果你是相同 如果不同也不是完全不行 因为移民局要看的不仅仅 是Code的数字 还要看工作职责是否相似 这个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经验 要什么样的教育和培训的资质 是否需要执照 还有呢你这个工资水平 是否相符 那么如果在这些方面 有对你有利的证据 一般来说呢 换工作以后 也不影响绿卡的继续班 如果是同一个雇主 然后呢你有升职 如果工种职责还类似 只是变成了这个 senior的职称 那么一般来说呢 没有问题 不需要另外提交新的申请 如果是公司合并或者重组呢 那要看具体的情况 如果公司的税号还是一样的 新公司是过去公司的继承者 叫Successor in Interest 一个专有的名词 那么像这样呢 Perm被别的申请 此前旧公司为你交的Perm申请 在公司重组合并以后 有可能能够继续有效 如果这个新公司被移民局承认 是旧公司的Successor in Interest的话 就可以 那么此前的Perm还可以用 但是呢需要提交新的I140申请 总体来说呢 大家知道现在旅卡申请 有这个排期问题 前后拖的时间更长一点 所以呢 申请人有时候有工作变动 签证变动 这些情况可能性比以前更高 有这样的变动呢 并不是一定会影响旅卡申请 但具体呢 需要case by case 根据申请人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好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旅卡申请过程中换工作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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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